台風偉森特是2012年太平洋颱風季第八個被命名的熱帶氣旋 偉森特這個名字是由美國提供為茶魔落族的男性名稱之一 偉森特進入南海之後,受到暗形氣壓場影響而停留15小時 然後採取被所有官方氣象部門的預測都更偏北的路徑移動 更發展出熱塔的現象導致爆發性增強 最終偉森特以巔峰強度正面吹襲珠江口,成為港澳地區繼1999年台風約克後最觸目的風災 它令香港天文台發出近13年以來首個10號颶風信號 亦令澳門氣象局懸掛同樣是接近13年來首次的9號風級 2012年7月24日凌晨的偉森特達到巔峰程度即將登陸廣東台山附近一帶 緋森特帶來的財物損失總共有3.29億美月 緋森特帶來的財物損失總共有3.29億美月 影響地區包括菲律賓、中國大陸的廣東和廣西、香港、澳門和越南 緋森特帶來的財物損失